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来不对 说得对 今天就年28了 三位主持剩下我 另外两位主持呢 就挂着洗腊涕 今天就来不了 不过不要紧 没有两位主持 我们就请两位嘉宾 我左手边的位 就是一位专业的工程师 是王健博士 大家好 还有都是社区建造及工程专业发展中心的总角士 那我右边那位呢 就是土地正义联盟的成员 陈健青 Hello 十分关注香港的保育议题 咦 那一位工程师在 另一位保育人士在谈些什么呢 那最近我们 可能有些观众都知道 发展局在做一个很大型的咨询工程 那就是和香港的土地供应策略有关 那阿健青 你是不是都参与过这个政府的咨询 我们就未去过任何一场 你未去过任何一场 但我们听到很多不同身边的朋友 很多意见 对这个咨询 很关注 有什么意见呢 其实就主要 你见到整个政府那种土地发展的模式 都是没有变过的 就是那种发展的逻辑 所以大家其实想推进一步就是 怎样有一种新一点的土地发展模式 而不是只是 可能只有一些选择 你究竟要填海还是发展新界 这种这样的选择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讲 政府过去的土地发展的逻辑 那个思维是怎样的呢 其实没有的 大家都见到以前 政府发展土地的方式就是 第一部分就是移山填海 就是我们讲的在沙田 在屯门这种大型的新市镇 是将整个河冲一次过填完 然后就扔一个新的东西上去 就是那种土地发展模式 其实是跟以前本身那里有的东西是无关的 就是它完全吸引一种新的东西上去那种 另一种做法就是收地 不停地向外拓展的一种做法 就是去到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香港 我们觉得应该其实不只是 这样扩展的方式 其实应该是否有另外一些想法呢 就是例如你的发展不是一定要破坏那些地方 而是在那些地方里面重新想过土地的发展 这些是一些新的方向 那是不是说你们是赞成用市区重建的方法 或者更改土地用途的方法去增加土地工业 我认为现在政府预设了讨论的方法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它将整个土地的问题 变成纯粹供应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 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土地供应 就是我们卖地表有一连串的土地 那些卖地是用来做什么呢 而现在我们市区重建重建了那些空了出来的土地 又用来做什么呢 这些我们没有想过 然后我们发现 其实原来很多土地是浪费了 起了一些用来炒卖的住宅豪宅 其实这些我们是否要审慎 想起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种土地 是否很合理或者没有浪费地去使用呢 而不是只是说 因为其实你看到政府 就是他说一个数字 我觉得完全不知为何这么说 就是香港有700万人 现在住宅的用地就有7%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多1%的土地 就可以再满足100万人的住屋需要 这个好像很合理 但是其实你想想一下 是反过来的就是 就是我们看回那1% 就是我们现在7%的住宅土地里面 其实有三成多的土地是用来做乡村发展 以及村屋式的 就是一层或者三层的 那我们未来是否还要建这些 这样一层的低密度 好像感受花园那样大片 我想实际上是香港4%的土地面积 就是住了超过600万人 其实是这样的实际情况 那现在他说1%安放到100万人那种想法 其实是他想假设土地发展的逻辑没有变 那个模式没有变 他才这样推进说要得1% 我觉得是很不严谨的 是非常不严谨的 因为现在香港总平面积7%的土地 是用来建房子 但实际上公屋再加上居屋再加上私楼 这三个主要的房屋模式 其实只是佔了香港总平面积达4% 我想看看博士 在刚刚见清他的意见上 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呢 首先说作为工程师 一般人的看法就是 工程师都比较鼓缩一点 不一定支持发展 鼓缩一点 好像不太懂得去处理 但今次发展局其实推出一个策划 就是利用了很多的公众咨询 还有我们在业界讲开 其实我们有一对孖寶在做这个推广 这里是包括政府极高层人士去做推广 这种做法就将工程师不太懂得说话 这些背景首先掃了一大堆 证明工程师原来也有懂得说话的人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工程师原来也懂得说话的人 第二我们过往发展 如果你说刚才阿劍青提到 我们屯门沙田新市镇 直接移山田海 这是现实 当然我们当时有七个新市镇 在70年代一起发展 其实很多东西是由没有变有的 当年的工程师也是觉得志豪 真的由没有变有的 至于今时今日 我们可不可以再照板煮碗做一次 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市区现在 究竟有多少用地可以给我们去发展 刚才说过市区重建局 他们修了地回来做什么呢 其实很多收回来 当然都有继续发展 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的而且看到 或者听到某些市民的心声 就说 你河文田修了那块地 本来是公屋的 不如建回公屋吧 在这一点 我自己表达我的立场 建了公屋给某些人去享受 但是这个比例实在太小 而且你看很多外国的发展 或者我自己比较熟的新加坡的情况 他们所发展的新屋苑 都不会在市中心 都是一些有交通配套接驳 主要交通就是说地铁 现在香港的地铁 堪称世界一流 我都没有什么人敢反对 但是现在我们去到那些位置之后 我们是否可以将它更加发展下去 就是另一个议题 这个就是市区重建局的工作 第二件事 今次提到的 在适当地方填海 我想很强调第一件事 我相信我也是一个环保人士 我不支持在维港两岸继续有不必要的填海 还有法例也不许可 总之不必要的填海不支持 但是如果你说 譬如现在我们湾仔绕道正在建 因为工程需要 是一个临时性质 我相信可以短期去做 然后再复原它 第一 第二就是刚才说 是适当的地区填海 我在这里说 并不是在我们的维港两岸 或者在一些策略性的地方 我们去填海 是选择一些适当的地方 在工程的角度 我们已经是有一些 不同的前期的准备工夫做了 所以今次 发展局出了一堆地 可以填海 其实填海有它的需要性之外 亦都有不同的好处 其中一些好处就是 现在我们的堆填区的情况 都令人很顾虑 差不多饱和 我相信叫做饱和了 现在可能如何压缩 第二就是说 我们其实很多的建筑废料 我们现在十大基建不断进行之中 其实呢 除了有新的东西之外 也有一些旧的东西 这些废料 其实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去了堆填 第二个就是出口 出口 其实对方愿意收 都是用来填海 因为这些建筑废料 其实都挺好的材料 真是上乘材料 这个是屯海 所以我就赞成在适当地方 去填海 开发新的土地 第三样东西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 就是说开发岩洞 岩洞其实就不叫新鲜 真的不是新鲜 在香港我们赤柱的污水柱里厂 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第一 第二 我们也有一些以往的防空洞 其实都会有各种用途 最出名的就是有些人做红酒酒教 在内地其实也有一些很大型的地下商场 是利用这些防空洞 或者岩洞开发出来的 所以我刚才说不是新鲜 至于市民接不接受这种做法 我相信是要看最终的市民的答案 因为现在政府做法都是挺兼顾市民的想法 如果市民说一面倒不支持就没得说了 但如果说很大部分人都觉得支持 有小部分人觉得我都是不支持 可能就要看看大部分人的利益去看看 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就是移山填海在香港过去增加土地供应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正如刚刚建青那样说 很多新市镇都是靠填海填出来 填海之后必然是对那个海岸线是有个改变 但对那个环境的影响 其实现在在新的技术之下 填海对环境的影响的损害是大不大 还是其实虽然是海外线变了 但其实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是不大 是怎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选的位置 第一件事已经离开了我们所谓的维港两岸 或者市区比较近的范围 去到较远的可能是大婴山附近的那些 它原本有一些海岸线的情况 其实也不是太理想的 譬如因为天然的问题 可能套下去太紧要 根本海流是不方便进去的 或者实际的情况不能进去 然后它里面可能积在一些垃圾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改变 我觉得是改变来的 因为填了海之后可能拉直的海岸 甚至在海岸线可以做一些人工式的设施 譬如我们的娱乐设施 或者是一些直林的计划可以去到海边 其实可能是改变的 改变未必是坏事 另外我们也看回实际外国例子 如果我们填了海 填了出来之后 填了过程先 首先我们好好去做好环境保育 其实影响可以减得很小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真的不敢说 但是如果是很小 然后之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想就要权衡轻充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说法 劍青对Dr.King那些意见 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 我觉得要回到问题先 就是我们为何要增加土地供应 其实一直都没有解释 政府说去到2039年的时候 总之2030多年 香港人口 890万 890万 另一方面 不知为何上一年 突然有个土地方的说法爆了出来 就是一直都说香港 其实是地少人多 但是一直都 你勾地表里面 那些土地有很充满的 就是一直都有一些 就是地可以勾出来 然后你又发现新界 其实有很多 就是一些我们叫做 Ground Field Site 就是一些货柜场 停车场 可能是一些发展商 或者是原居民拥有的地 有很多 就是散播了整个亲戒 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土地方 另一方面 人口方面也是 人口 就是890万 这条数目 如果你看清楚一点 就是很有趣 就是它整个估算 我看过里面的内容 它是估计 未来香港的人口 是会 就是 增长率 是无端端急升的 就是由 现在的6% 突然去到9% 是的 然后又跌到6% 就是它其实 我们会质疑 它整个人口股算 是会高估了 那个 就是未来的人口发展 所以 甚至就是 其实我觉得人口增长 是否可以用一些 人口政策的方式去解决 而 未必只是一个 就是说 人口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又田多了地 如果你参考 例如英国的例子 其实很明显 就是 有些市场 就是它也是 计算多了 它的人口 未来增长 然后 它又预多了 很多一些 我们叫做Green Bell 就是绿化的土地 出来建楼 最后就建了很多楼 这件事 我觉得要审慎 就是 对于 以前 现在的政府的人口股算 会不会有些误估呢 而它其实已经误估了十年的情况下 你现在是否还要相信 这一套 人口股算的做法呢 我觉得要想 就是 你其实带出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 到底香港未来的 对土地方面的需求 是否真的有这么多呢 而如果要增加 是否应该要用一种可持育发展的视野 不是只说 用以前那种填海方式 我觉得有两种 我会建议的 第一种就是 我们要用点对点式的一种土地发展方式 什么叫点对点呢 就是 例如我们要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 我们就找某些土地去解决 例如我们要解决贫园树 我们要解决务房 我们要解决务房 例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统计 就是 整个香港有多少人是住在务房的呢 如果 我们计算到 可能有六万八万 而 例如安达神石礦场 是一个 可以合适去制造很多土地 用来做 建公屋 对 这类型的 我们就用这些 这样去增加这种土地供应 去回应某一些问题 而不是好像现在政府建议那种 就是 我填了海 接着我不跟你说 是用来做什么用途的 就是说 我来做一个土地储备 才储处 然后我未来才想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原因就是 因为 政府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 例如 它会用一个公众利益的理由 收了一块地 先还起公屋 而以前就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 它隔了十年八年 就将那个地方 挖回来做私人住坚发展 然后又买给一些地产商 我觉得要避免做问题 应该用点对点的方式 而这件事是一个 比较可潮发展的视野去想 博士是否梅言 我劍清刚才说的点对点 或者是 将某类人搬去某个地方 这个说法 我普通的一个怀疑态度 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点对变 刚才提到安达神道炕墙 你说将一些劏房的朋友 全部搬过去 第一件事就是 本身那个地方是不错的 因为安达神道也是市区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那帮人愿意这样做 其实政府可以在更加 正如你所说偏远的地方建一些 即是天水围 天水围 其中一个位置 但其实正正是因为 很多人都不想搬去天水围 搞到天水围 其实做不到一个 所谓的自给自足 如果我们又将 一大堆同一类型的人 搬去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就觉得有少少怀疑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土地的开发 其实动手是十年二十载的 十年二十载是很现实的答案 如果我们说今天规划是三十年之后 应该叫正常一点 你可能规划十年之后 其实做不到 如果我们要十年才有一块 叫做地出现的话 无论是收地回来也好 或者是刚才说天海也好 其实时间都不会差得太远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就说 说明将来那样东西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就难一点 如果可以高层次一点 做大规划 我觉得反而可以 譬如说我们香港 真的到2039 他的股算准不准也好 未必有八百九十万 八百五十万 八百三十万 当他有十个百分之二十个百分之二十的偏差也好 其实现实就是人口增加 这件事过往这么多年 是没有变过 是现实来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些人口现在怎么来 其实主要香港的出身率 就是很低的 大家都好知道 主要就是内地来香港的朋友 反而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就是说我们要争取 我们去审核这一班朋友 就不要用以前 总之一天八百五十万 什么都不要管 那我们要争取 那第三件事就是 这班人来了之后 的而且确都要找地方住 那和我们也都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我们的旅游 其实设施 需要有些用地 酒店那些 甚至 直接地士尼都想抗建第四期 第五期 这些全部都需要用地 又或者不是迪士尼 可能不知有什么泥出现 米泥 又需要一块地 现在迪士尼 最初大家都知道迪士尼 太小 所以被很多人去笑 太小 现在好多些 开了多期 好一些 玩一天都玩不完 以前一天真的玩得完 其实有些土地的需要 我们真的要一段时间才知道 如果今时今日 我们可以知道当然最好 但我刚才说 我们高层次去区画 我们就是为850万人口去区画 我850万人需要社区设施 用地 我意思是 社区设施用地 我需要的住宅用地 我需要商业用地 我需要我们的其他 譬如我们的娱乐用地 毕竟现在我们有 四成多的地 其实我们现在叫做 不敢动的地 那 会不会市民说 刚才 譬如新界有些地方 我相信你说的 不会包括交易公演用地 如果要开放交易公演用地 作为商业 或者住宅用地 有多少人会反对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 应该会有很多人 我的理解 就会有很多人 而且我想补充 一些时间线 其实我说 如果你要由一块生地到熟地 其实有一个时间线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解决 就是因为其实 如果我们不再用 以前那种土地发展模式 例如我们卖了一些地 出来再继续起低密度的豪宅 这种做法 我觉得其实整个 现在在欧地表里面的土地 都要重新想过 它是否要出来卖 其实现在这些土地 都有很大量 其实可以立即 可以解决到一些 我们香港的社会 和住屋的问题 所以里面的欧地表 是要用来处理一些 最快 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 而例如劏房那种 我们现在整个香港那种理解 就是我们这些很难处理 所以我们避免了它 就跟以前 例如我们以前 港英时代 石劫美大火的时候 例如火烧了 政府不会不理它 它要负责安置的部分 即是它要建建公屋 而现在是没有了一种 这样的魄力 和勇气去做一种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香港 大家都会觉得 香港现在有一个霸权 叫做地产霸权 其实我现在想想一下 这个办法 原来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你每年建四万多五万个公屋 单位 你将整个 就是住宅这个概念 就是商品化概念 就是人人都只是申请公屋 就不需要再买私楼 其实有人是会买私楼的 私人市场是不会死的 因为 有人喜欢买私人豪宅 但是呢 你令到整个住宅本身的概念 不是像现在那样 所有人都要迫着去买楼 居屋都要去买 甚至是被它流转 其实这个概念 我觉得如果增加到土地供应 真是用来点对点 用来建公屋 就是用来住宅 我觉得很多普罗大用市人 是不会反对这种 现在优化土地供应的资讯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政府不敢说 好像王博士刚刚所说 就是他真的很仔细 例如我增加这些土地供应 里面是有多少用来做商业 多少用来做酒店 多少用来做住宅 其实他是不公开 甚至他现在不肯公开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逼他拿一份 就是整个表出来 就是整个市区 其实还有多少土地 是政府保持住的 他一直都不敢拿出来 其实发展局 他这方面又有套自己的说辞 他就说 我现在透过田海也好 发展岩洞也好 目的也是要建立土地储备 但是建立土地储备的用途 是在于哪里 就不是这个资讯范围 因为他觉得 首先我是建立了这些土地储备 在这里 接着再去 例如未来十年 十五年之后 假如有些什么 再新的发展需要的话 就再将这些土地储备 再归类做哪些需要 接着他又说 在外国 例如外国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土地储备的制度 你有怎样看 我觉得这个概念 不应该鼓吹 因为这种做法 就是要令到你 你不想用来做什么 然后就让他用一个公众利益的理由 就填了海 我不可以让他有这种概念鼓吹 我见到这半年 政府是 无论 例如我们说梁振英 例如我们说一些 前地政总署的处长 和林郑月娥发展局局长 都是大合唱一齐这种概念 我觉得这种概念 其实是在蒙蔽香港市民 对我们实质 城市有多少土地需要 这种认知 但是他们官员 他们就这样说 都说了 不是 那些官员就说 现在就是 例如社会有一个需求的时候 然后他要重新去找一些 适合的土地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很长 但是如果建立了土地储备 虽然未知那些土地有什么用 但是将来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加快地拿一些土地出来 去舒缓在未来的一些 不知道是怎样的需要 他们觉得 建立土地储备之后 就会令到 将来增加土地供应的流程 会加快 你又怎样看呢 其实我有一个再好一点的建议 你不要做什么土地储备 你其实回到以前 我们整个香港的土地供应 是有一种做法 就叫let a letter b 其实let a letter b 未必要重复 但是你其实就是用一种 你发挥 就是你恢復一种 可以征备的一种做法 就是你可以收回一些 作为一种公众利益的理由 但是如果这样 会不会被人又说投诉 牵涉到那个 就是好像蔡元村那件事 我觉得真的要正确定 你有一个公众利益 就是在这个情况 还有我觉得 例如有一些已破坏的土地 就一定没有人敏感 就是如果你收一些绿化地 但是收一些郊的公园里面的农地 其实是很… 声音一定大 声音一定大 用石礦牆 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香港 要有一个整传的宏观规划 就是哪些土地 我们应该优先去想的 如果你外国的例子 全部都是说中土优先这种概念 就是以破坏的土地 应该是先发展的 而你未发展的货柜场 你便去找一些绿化地 但是产生了树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避了一些… 就是你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的土地 然后呢 就找一些属于香港人 一起可以享用的资产的土地 就是和政府很多地方都不可以自圆其说的 就是它一方面又说 香港的土地工艺不够 房屋工艺不够等等等等 接着另外一方面 它又… 例如如果大家留意 之后政府卖的几个地 都是一些地积比率很低 是一些低密度的豪宅地 不知是不是建别墅那类 就是很奇怪 就是同一堆地 明明地积比率可以提高一些 建一些中产 或者是较为… 就是基层可能都负担得起的楼 但是它偏偏在同一堆地 又要将地积比率压到很低 用来建别墅 就是又很奇怪 那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想… 几样东西先 就是… 大规划 我刚才说了 就是起码30年前就要想的问题 第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他们当时规划了 整个区有多少是高密度的 有多少是中密度 有多少是低密度 如果你现在要改变 当然可以改变土地用途 其实发展商是最开心的 因为如果他可以建十栋别墅 现在建十栋楼的话 我想发展商就是拍攀手掌 但是现实就是… 譬如当年合和想在后面建一栋… 酒店那些… 市区的例子 湾仔那些…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地 很多都是市区来的 当地的交通负荷 学校社区负荷 医疗负荷 可以还是不行 我都很强调 如果本来想建十栋别墅 十栋别墅 有限多的人大家都知道 现在比他建十栋楼 我相信他一定喜欢 但问题是假如是较为交区的地 例如你说新界北、元朗 现在都越来越多地 是用来建别墅的那些 然后我想连中产 或者基层的住屋需要 都还没解决到 就建别墅给有钱人卖 那样 那个难处就是 刚才也说 如果你说在安担神道 炕墙建 我不管是否公屋也好 居屋也好 或者是私楼也好 我相信也有不少人会可以的 因为始终叫做市区 但是反过来 在郊区建建 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譬如你现在申请公屋去天水围 我想你可能一年两年半就上楼 但是你在市区 可能要四年五年 但是有些人就愿意等 而等的期间 可能是劏房的住户 其实是 很多劏房户本身就是在等公屋 所以不是说 给了地積之后 他建建了 是不是有人愿意去 就算现在坦白说 如果他建了地積比 高了也好 其实他也是包装了相对性豪 到时又有另一个问题出现 譬如我们今天也说 在屯门 我们相信现在建了 稍为靓的那栋 可能是六千元至八千元基数 新楼那些 然后顶层幅式可能过万元 你给他的地積比是否帮到市民 我不知道 其实我很认同黄博士说的 就是 现在 发展商是不会帮你处理到 居住需要的问题的 就是他 他只是会把一些 房子变成商品 用来赚钱的 就是你不要指意 卖了一些 私人土地出来 就可以帮你解决 例如我们看到现在那些 勾地表里面这么多地 然后一分一分地卖出来 用来看低密度的住宅 其实我觉得是很浪费的 就是现在 就是我们不要说要增加土地供应 我们不要让现在的特区政府浪费 我们香港现在僅馀的土地资源 或者我加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作为工程师 我想起一样 我必须提醒就是 有某些地 其实是不适宜建高楼的 我没有看过那块地的背景内容 可能刚好那块地是不适宜建高楼的 因为可能下面有个溶渡 所以没有办法 这只是其一 其二 我刚才提过 如果政府是建一些公屋 或者居屋 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然后交通配套做得到的话 我们需要市民 或者一些大众的声音 告诉他们 你想住得舒适一点 你可以坐车去远一点 不过 这个远一点是距离 时间未必多了 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屯门 住过一段比较长时间 我很理解屯门 以前我们单一条屯门公路 一出来 是塞车塞得很紧要的 后来三号干线开了 再加上西铁开了 其实我现在很多选择去屯门 我现在入屯门 我开车进去 可能半个小时就由尖沙咀去到屯门 我刚才说距离其实是远了 不过时间反而是短了 如果大家理解这件事 我刚才说很需要市民大众 或者社会的舆论的认同 就是说我们其实去那里不是远了 我自己在新加坡 叫做住过一年 然后在船子里面 根据的足远 可能离开离开商业地 其实好像是很远 但你坐地铁大概半小时到易� 在住的总部 其实我这个时候不敢住 很大的 四个套房 我們一家只有兩口 我們不敢住四個套房 寧願回到商業區租房間 小一點 其實是小很多 可能只有三分一的尺寸 價錢貴三倍 但我寧願住選區 這就是我當時的選擇 所以現在我剛才再強調 有些人選擇住劏房 其實同樣的錢 他搬到天水圍 他絕對加得起 租有餘 不過他不肯去 那要改變的心態 我覺得要補充一點 因為其實如果看回現在劏房的情況 其實很多都是單身 其實單身在申請公屋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 公屋其實是用來負責 即是用來一個家庭的概念 單身其實是很少一些公屋 是專門給單身的 而單身亦有很多理由 涉及整個香港城市發展的過程 例如他很多都是工人 轉型變成清潔工 這種過程 他其實在整個人生裏面 付出了很多在建設香港城市發展 但他最後一直都是沒有公屋 去給他們 所以他們才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即是住在劏房 或者這麼說 現在市區 我們都知道有些劏房 其實都不便宜 如果說赤租的話 分分鐘是比私樓貴 但有些人會覺得 在市區寧願住一間比較小的屋 但都近一點上班 其實是否反映了香港的商業發展 或者商業中心 是過分集中在維港兩岸 其實如果把例如在一些新界隔離 新市鎮附近又增加多些商業的活動 去增加商業的發展機會 例如在天水圍、屯門等等 又增加商業的活動 其實怎樣看你們兩個 我認同 例如我剛剛去了台灣看大選 所有政黨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本土的產業 即我們不只是想說 我們有什麼金融 即為何住屯門都要強行出去 去中華上班 其實本身那種新市鎮的概念 就不是這樣的 即為何屯門、將軍 我說元朗這些不可以蓋多些寫字樓 但現在真的極少甚至乎沒有 我想要回到當年七十年代 即我們七大衛星城市 當時的設計是自給自足的 例如是屯門 因為我剛才說住了比較久 我比較多歷史 是有一個很大的工廠區 工廠當然想活快 當時政府規劃 可能在交通想得沒有那麼暢順 就想著自己自己自保障就算了 自己自保障就算了 就不記得要交往 所以那些交通模式很好 變成逼了某些人慢慢慢慢 就算很辛苦 都要住市區 因為最初他的自給自足 到了八十年代中 因為我們工廠不移 就令到屯門很多的工廠是無助 好像成城 原本 例如我自己 我小時候在屯門都試過在工廠打工 做同工 我是做過的 就在旁邊而已 可以的 走路十分鐘 但今時今日是不行的 不行得來 我又要給你一個現實 我繼續講屯門 如果你現在走去屯門市中心 是旺得不得了的 是旺得不得了的 因為交通已經改善了 所以我很強調 第一件事 為何我自己贊同有儲備 就是我們在長遠發展 我們需要有地 第二件事 我們規劃的時候 真的要做得足少少 或者是放膽少少 要做一些公眾設施出來 包括交通 第三件事 這樣才可以吸引到 那些人覺得那裏真是新天地 就不用迫在市區 而市區 例如倫敦 市區集中可能只是純商業 現在我們不是 我們中環都有人住 當然是貴 因為他想在樓下上班 情況就是這樣 剛才提到的三個原因 我覺得是可以做長遠一點 不是當時他們的設計 不想這樣做 只不過他們的設計上 不夠充足 尤其是在交通配套那裏 你覺得在香港 尤其是七八十年代 很多交通的規劃 都是不完善的 你覺得 我覺得是 但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尤其是在九龍方面 我也要再強調 工程一開展 就要十年八載 尤其今時今日 坦白說 我們做工程 現在做公關的量 我經常說 我們做工程師 已經不只是做工程 而是做公關 那個公關是做得很多 所以時間是比較長 這是對的 沒有問題的 既然要十年八載 就要十年八載 如果你要新的一條路 也好 一個軌道交通也好 其實你也要遇這個時間 但是我 目前來說 我覺得很多人已經在走 我們所謂的新十大基建 還有新十大基建立 其實已經有很多計劃 只要是跟著走 可能已經有足夠多的交通配套 去給一些新發展區 所以我們也知道 有古洞北 新界北 另外屯門 其實我剛才說 現在市中心很旺 即是說他將會在周遭 越來越多的鄉郊地 會越來越多人去建 包括剛才劍青提到的貨櫃場 其實當時為什麼貨櫃場 就是沒有人願意去建屋 沒有人願意建屋 他就要賺錢 簡單來說 他就要找一些商業元素 現在來說 有人願意建屋的話 我相信貨櫃場慢慢會越來越少 但屯門 就算旺都是商場 那些旺 即是服務業 但你說寫字樓方面 其實現在屯門 現在是少的 我就是想 好像我自己住將軍澳 都很多商場 但是你說寫字樓 或者酒店 其實可不可以建 例如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旅遊業 現在 如果看回我們的旅遊業租金 這兩年加上升了 五六十個百分比 是升得很高 就是租金加得很厲害 歸經夠底 就是酒店的數目不夠 香港建得太少酒店 我經常都想 可不可以將酒店 或者寫字樓 分散在新市鎮 不要經常都集中市區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還有這件事 當年政府選 政府總部 其實我支持 應該去東九 甚至去新界 即是當年 不過 即使今天我也是一個小人物 所以我說的話 沒有太多人聽 是應該要用一定的商業 去帶動區的發展 我是贊同這件事 但劍青有沒有什麼想回應 我也是回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首先我們 土地公園為甚麼 土地公園為甚麼 需求是否真的要這麼多地 就算長遠規劃 也有很多種 我覺得發展和環保保育 是沒有衝突的 你優先去作為一些 選擇地的方式 例如選擇一些 已破壞的土地 我覺得這些是沒有衝突 還有我覺得要審慎想清楚 我們要發展地做 岩洞這個建議 你怎樣看 即是將一些可以用來 有潛力的岩洞掘空 然後將地面一些較為 嚴戶性的措施 例如污水廠 或者將一些公共設施 甚至乎 我看政府文件說 將一些貨倉 甚至乎都搬進去地底 然後地面有些空間 就走出來了 你怎樣看 我想有些環保團體 有些聲音說了出來 例如 其實我們香港的地質資源 是很豐富的 即是地貌方面 所以這樣去刮 即是因為政府甚至說 香港有八成至九成的 都適合發展 都適合用來刮空它的 其實因為刮空它 涉及兩件事 第一就是 那些刮空它 其實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政府最後是用來怎樣填補成本呢 會不會是 你移了那些厭戶性的設施 出來的那塊地 例如沙田的污水廠的廠 然後你又賣了出去 用來填補一個坎 這個是一個很差的財務方式 或者它根本沒有幫助到 我們增加土地供應 另外一件事 其實它會影響很多 地下水的資源 即是我們整個世界 其實在說 地下水是一個 即是有一世紀要爭奪 或者水本身的資源 即是水資源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但是你刮空它 其實會不會令到上面的 心態改變和河流 那樣東西侵蝕了呢 這個我覺得要先去考慮 但現在還是言之上做 明白 博士你對岩洞法治 我覺得可行的 至於保育那裏可以並排做的 這個我是個人意見 即是可行得來 亦都可以並排去做保育的事 那作為工程師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可以想得出答案出來 那這個就真是個人意見 但希望亦都可以吸引到大眾的參與 明白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去到下集 就應該是新年之後 那在新年之前 新年之前的最後一集 那我們祝各位讀者 各位觀眾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新作能見 希望我2012 或者已經說農年更加進步 好 新年進步 新年進步 多謝大家